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10BIT 色深以及LTPO 自适应刷新 并且采用广域超声波评下指纹 影像方面 该机前置1600万像素前置镜头 后置三摄为两颗5000万像素镜头和一颗1460万像素镜头 并且将拥有微网 自研ISP 影像芯片位 一加 性能方面 该机搭载了高通旗舰处理器骁龙8PASS iQOO XPERL 采用双电芯设计 两块2275毫安时电池组成 4550毫安时的额定最小容量 再一次之前 国内手机充电功率最大的还是 realme GTN1O3的150瓦 区区4个月 iQOO就将功率提升50瓦 达到了200瓦快充 这也是全球首发商用的200瓦闪出 为了达到200瓦闪出 iQOO 10系列采用的超薄隔膜与正极材质 实现了车规矩 非常鲜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电量焦率成为了普遍的病症 在手机电池技术发展到瓶颈的时候 各家手机厂商都开始在充电功率上面发动 从5瓦 20瓦 65瓦 很长一段时间 手机的最高充电功率就维持在65瓦左右 不过最近两三年 快充行业功率上升到120瓦 150瓦并即将提升到200瓦 可以预见快充行业将持续高速发展 充电功率从低速到高速 除了各大手机厂商对手机电池 充电器的发展之外 最重要的是接口的转变 在使用目前十分普及的Type-C之前 应用普遍的接口是Micros 该种接口有5个针角 但是只用了4个 而且只有两条可以充电的线 受线的影响 无法传输大电流 因此快充就无法实现 而Type-C除了不用区分插头的方向之外 还拥有着更多的针角 并且就有4对电源线 有了充电协议的支持后 理论上最大的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00瓦 而小米、OPPO、微博等厂商都有各自的协议 这也让充电功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不过在此基础上 快充头基本不能够共用 除此之外 Type-C接口还有着更高的传输速率 在支持USB3.1功能的接口中 可以传输4K级别的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安卓机的充电功率变化使得感觉恐怖如斯 但隔壁苹果阵营的充电功率就显得十分 保守了最大充电功率仅仅20瓦 在苹果取消赠送充电头之前 自带的充电头还只有5瓦的充电功率 被网友称为5V1A 不过 苹果从2012年开始使用自家的Lightning接口 至今仍未改变 这或许是苹果充电功率不高的原因 不过 近日有消息传出苹果在多国的压力下 将会采用Type-C接口 当地时间2022年6月7日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一致同意 将自2024年秋天起 在欧盟境内统一 使用Type-C接口用于移动设备充电 虽然快充能解决一定的电量焦率 但同时带来的还有手机 以及充电器的发力 电池寿命的缩短等问题 而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电量焦率 不是哪里都有电源插座的 在充电功率发展的同时 充电头的体积也越来越大 越来越不方便携带 因此Tiger认为 手机厂商追求的应该是 大容量中等充电速度 而不是小容量的超级快充 除了电池大小以及充电速度 系统的调效也是决定手机续航的重要一点 大部分安卓阵营的手机 在把应用放着后台之后 该应用仍会消耗大量的电量 导致手机续航的缩短 但隔壁苹果针对后台的调效 做得比安卓要好 后台应用消耗的电量 几乎微乎起位 不过 安卓阵营的厂商 早就开始了相关方面的调整 除了针对后台软件唤行次数过多 网络使用量过高之外 针对后台应用的推送等也逐步在优化 虽然与苹果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这差距在越来越小 其实 虽然200瓦快充看上去很美好 但到达这峰值公寓的也许只有短短几分钟 甚至只有几十秒 而且随着电池电量的补充 充电功率也会随之降低 就像是充电五分钟 通话两小时一样 一开始充电器拼了命的工作 等到电池电量上来了 充电器就开始摸鱼 这也是手机厂商对手机电池的一种保护 在手机电池达到瓶颈的时候 发展快充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但这种选择总好过没手成规 不过 Tiger还是期待电池行业的新突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记订阅Tiger 我们下期再见